Hello 各位朋友 你好嗎 但這一集我想跟大家說 怎樣面對我們平時日常生活的挑戰 如果你平時有很多挑戰 你不知道怎樣面對我們的困境的時候 這一集是為你而設的 我現在在Cambridge 一條橫街 後面就是劍橋大學 就是這裡直走進去 兩分鐘就到 很多學生在這裡 怎樣面對挑戰呢 不如我們演繹什麼叫做挑戰 我現在坐在那裡 和Cindy喝一杯咖啡 下雨濕濕 我個人來說不是太喜歡下雨 但Cindy反過來 她說不是 她說我喜歡下雨 我說為什麼 她說下雨很浪漫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覺得下雨很浪漫 我覺得下雨是一點都不浪漫的 我喜歡有太陽的 可以讓我到處跑步出去 如果這樣的時候 同一個環境是下雨 我和Cindy都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即是說 在同一個環境裡 你怎樣演繹它 是你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說 我也不喜歡下雨 下雨很煩 下雨不開心 有很多朋友還說 下雨影響深情 但Cindy 她不敢這樣說 她說下雨很浪漫 誰對 誰錯 她說沒有 誰錯 人人的看法不同 好 這就是看法 各位朋友 在我們身邊所出現的景象 只是一個景象 只是一個狀況 這個狀況 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很大問題很辛苦 但另一邊相 同一個狀況 你可以想 就是 沒有啊 挑戰來的 挑戰就好 每次挑戰 我可以學新東西 每次挑戰 我可以嘗試挑戰一下自己的能耐 正啊 快點給我挑戰 同一樣的事情 不同的選擇模式 的思考模式 你看到所有人生是 不是發生什麼 記住 永遠都不是世界發生什麼 是世界 我們在外面的世界 發生什麼之後 我們怎樣演繹 這一件事 而這一個就是選擇 有很多時候 我們不開心 就是因為外面的人 說了什麼 外面發生了什麼 是不是 所以令到你的情緒 受到有些牽動 有些高低起跌 但是外面所發生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控制的呢 你可不可以控制 看別人怎樣評論你呢 你可不可以控制 國家和國家之間 發生什麼事呢 你可不可以控制 經濟狀況是怎樣 不行啊 那我就想了 那我可以選擇 用一個什麼的思考模式 令到我 可以的心態 永遠都是 強勁的 正面的 樂觀的 開心的 這個就是方法 這隻背 看著 好 如果我告訴你 這隻背 是這樣的模樣的 是有一個握手 給你握著的 很明顯的 Brian 這個背 就是有一個握手 另一邊 有些人說 錯 no 你是錯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 很簡單 因為他看這個杯的角度 是從哪裡看來的呢 看到嗎 他從這個角度 看這隻杯 然後他告訴你 他所看到的杯 和你看的不同 所以他說你是錯的 你是不對的 同一隻杯 是不是 如果我再用這個角度 看你 不是啊 什麼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圓形 和裡面的咖啡 同一件事 不同角度 所以你要選擇 就是說 當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你在什麼角度看這件事 直接影響到你呢 是怎樣看我們面前所謂的挑戰 那這些已經不是什麼的知識 這是去一個 譬如我們看這個世界 我們不同的perspective 一個智慧上的層面 人生也是這樣 事業都是一模一樣 都是這樣的 不是啊 現在經濟很差 OK 那你用另一個方式 不是啊 如果現在不行 我們就用一個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方法 來做現在的生意 不是啊 我管你不行 就是用另一個方法來管你 你看你附近 我們有些連結 我們在那裡 看看有沒有怎樣 找客戶啊 是怎樣 將你的生意做得好些啊 那你下面的連結 可以幫到手的 但是回來這裡 記住 我們所謂的問題 挑戰 是我們怎樣演繹它 選擇一個 令到你看下去 你演繹這件事的時候 令你的心臟強大些的方式 你演繹這件事 記住 一隻杯 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是可以看到這個杯 記住這個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讚 還有有沒有什麼留言 是你怎樣面對 你日常挑戰 你選擇用什麼角度來看 跟我分享一下 OK 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